今年是民歌40年 除了北中南的大型演唱会之外 他们也举办了特展 带大家回顾民歌年代 特展中有陈达、杨贤、李双泽的纪录片 还有已故的音乐大师李太祥 他生前用的钢琴 还有当年民歌手们用的木吉他 展览也特别邀请了20多位民歌手 还有重要音乐人在周末举办大咖讲座 包括李寿泉、李宗盛、蔡琴等等人 他们要见证当年民歌时期 唱自己的歌的这样的创作精神 收着收音机等着自己写的歌被播送出来 这在1970年代是许多玩音乐爱听歌的人 每个礼拜最期待的是 我们现在回头看 它在那个时代产生的一些影响力 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 那整个的流行音乐 台湾的流行音乐可以在整个华人的流行音乐里面 到后来变成这个领先的地位 其实都跟当年的民歌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那所以我看到那一些事情 我才会很深刻的感慨的 觉得我自己好像没有白活 觉得自己没有白活的资深广播人陶晓清 走在妇科当年广播录音室的展场 用线回忆 1970年代台湾在国际上越来越鼓励 台湾年轻人从崇拜西洋歌曲 开始自己创作 唱自己土地的歌 接着金运奖 民谣风等民歌比赛 再将这波民歌风潮推向高峰 有些前辈在1970年代他们是 突然就从平地一声雷 就是譬如陈达 譬如李双泽 其实他们可能都是更接近土地的民谣歌手 像李太祥老师虽然在去年离开我们了 但是我想在他的情声中 创造了许多快智人口的歌曲 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地展览了 李老师的这一款钢琴 对 我们希望从这样子的 独物私人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更靠近当年的创作生活 展场中有上百种民歌文件 和多位民歌手珍藏的第一把吉他 黑椒唱盘铺起了墙面 一场场为心智障碍儿童 举办的演唱会海报 还有陈志远 李太祥 李宗胜等音乐人的 珍贵乐曲手稿 老照片和旧录像也以动画的方式 重现当年民歌风华 自己还蛮喜欢这次展览上面 有一些很特别的设计 比如说有一片黑板 然后是用粉笔画的画 然后底下是放映的时候 是客桌椅排起来的一个桌面 然后拿来当荧幕 那上面投影下来 很多以前的老照片 希望年轻人可以知道 说当年你们的长辈们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过的是大概是什么样的日子 我是怎么样的热血沸腾 明歌四十段来正式开展 每隔十年举办的明歌活动 像是一场同学会 明歌四十找会六十多位明歌手 其中有二十多位将举办讲座 回顾明歌传奇 有好久不见创立天水乐集的李寿泉 那我跟苏莱跟蔡琪李建復 经理的张徐乃胜 我们六个人合组的天水乐集 就是大概台湾第一个 所谓的production house 有自尊有歌手 这样自己成立一个工作室 所以有题目就暂时定为六十分之三十五 那六十就是我的年纪 三十五就是我做音乐的三十五年 所以在我这辈子六十岁 还是有三十五年都在做音乐 所以我就从这边去讲 所以我做音乐的过程 所以我做音乐的一些感触 或者 当年唱歌的小伙子们 很多人都成了台湾流行乐坛的一哥一姐 明歌不是老东西 他是用音乐创作传下来的 文化和创新精神